前世紀下公然囂張撕爛公告 爆棄巨角管理費 惡靈姓名被公布 竟是藝人郭書瑤 女神瑤瑤日前遭週刊 核彈式爆料 竟是北市信義區豪宅 住戶們的恐怖噩夢 29號首度公開露面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生活習慣 然後我沒有把生活上的事物處理好 然後造成了這些困擾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眼眶泛淚哽咽到一度說不出話 郭書瑤被鄰居指控 不只欠繳管理費超過一年 遭管委會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 還拒收公文 甚至兩度暴怒撕毀社區公告 還把社區管理室當成自家儲藏室 狂網購但只牽收不領貨 大廳包裹堆成小山 超自私 網友粉絲心碎到不行 評論哀鴻遍野 說郭書瑤從底層爬起 努力工作的正向美女人社 以戲間崩塌 嚇死人了 根本是假面甜心 但也有粉絲力挺 認為瑤瑤勇於認錯 會繼續支持 你有想跟鄰居說什麼嗎 沒有沒有 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大家 然後造成這樣的騷動 雖然第一時間 透過經紀人文字澄清 因為常非海外工作 仍不在台灣 疏忽處理日常事務 但卻被記者質疑 媒體離開後 郭書瑤卻突然戴口罩 低調現宗小豪宅 是真的在反省 還是暫時躲避風頭 恐怕只有郭書瑤本人才知道 藉由李琴依賞山藏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